我今天要講的是第十章 Unpolicy Control with Appossumation 因為第十章其實是 滿多東西是延伸第九章而來 所以我這邊先針對第九章先做一下review 首先第九章主要是在講 Value Function的 Appossumation 為什麼要做Value Function的 Appossumation 主要是因為 之前是Status和A群 這些東西都是有限的 真實情況下 Status和A群是無限的 如果要計算的話 計算量是非常大 所以這邊的話才會 需要 這邊的話就是 就是用一個review的方式 然後去 去training 然後得到一個weight 然後去逼近整個Status 的 這個Value Function 加上這個weight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這個bios 是不是可以趨近於這次Palsy選的Value Function 因為Value Function不可能自先得知 所以這次Palsy選的Value Function 其實很多時候是用Reward的Target來取代 上次在做Value Function的Palsimation有講到兩個方法 一個是Sero Statist 關於Design的方法 這個方法你只能用在Monticolor 來選Palsy的情況下才能試用 那這個為什麼會這樣 我等一下用公司來解釋會比較清楚 那另外的話 就是如果我們用Push Trading 就是用TD的方法的話 你如果用Grade Descent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收斂 那你沒有辦法收斂 其實你就沒有辦法做到Apalsimation 那另外上禮拜又講到說 如果你這個Status的Space 是一個Continue的環境的話 其實你是用一個Course 或是Tail Coding的方式 來局部的局限 來局部的做一些趨近的話 它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這邊大家都還記得嗎 OK 那這個的話 是我另外一個地方找到的一個整理表 那 就是 它這邊的話 是Sorberry Function的Apalsimation 那其實就主要就是它要收斂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如果這TD在Nominion的情況下 它是無法收斂 所以就沒有辦法用Statistic Graded Descent 來做Made Function的Apalsimation 那這邊 Opalsim的話 這是剛好是 第十一章會講到這一部分 那這邊的話 都會提到說 又額外另外一些方法 那 OK 那 右上角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上次講到的 怎麼樣去更新你的Wave 然後去 逼近你這整個Status的 Status的Space 那 那 這個 VePi的話 就是我們這一次 Palsimation選的Venue Function 那 這個的話 就是你這一次 這一次 你選擇的Venue Function 然後兩個相選 然後 就可以取得我下一次這個Wave 的更新 是 是 配置於這次的Wave 然後 剪掉這兩個Venue Function的差別 那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沒辦法得知 所以 我們就會 通常的話 就是把 Update Function 所以 Update Target 來帶來就是 reward 這個 整個reward的部分 到這邊沒有問題 那 在 在 Monte Calro 剛剛說 就是 Graded Design 的Update 只能用在Monte Calro 那 這邊是因為 Monte Calro 這個UT Monte Calro 它其實就是 Gt 它是不會變的 所以 它就是因為這樣的話 它因為這個它不會變 所以它就可以慢慢的 不斷的收斂 這個Wave 就可以 就可以收斂下來 那 如果你是用 那個 Time Staff 的話 你的reward 這個部分 你是 你這一次的選擇 是有可能 是 Base你下一次的reward 是會參考到下一次的reward 所以 你就沒有辦法 所以 欸 不好意思 你的 因為你的 你的weight 在變 但是你的reward 也在變 所以這樣子變成 你就沒有辦法收斂一下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用Graded Design 沒有辦法 再用TD選擇的話 做Value Function的 Apostimation 那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是Value Function 那這邊的話 只是把它替換掉 變成一個 Assume Value 那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它這邊 這邊是Value Function 那這邊是一個 Assume Value Assume Value 這個Value Function 這樣 那其實它就是 它其實就是一直去 每一次每次 每次不斷去更新這個 這個weight 然後去 去逼近這個 逼近這個 Value Function 這邊 OK齁 那 Sasha的話 其實也 其實這時候 Ut 要怎麼去 Ut 是用它的 reward的 那個 就是看實際上走 走完 它是一個值 對 它是一個值 等於是 等於是用 就是 平均值嘛 就是可能 我有N次 我就有N次的 平均值這樣子 N次就N次的 平均值 如果我們 以Monty 卡羅來講 Ut 就是GT 就是整個 跑完整個 的reward 對 那 它其實是 它 呃 我其實 我這樣 直接當中 會比較 比較清楚 就是 它 其實它是希望說 每一次 然後 它都不斷去 逼近 逼近 他的 Policy 然後 同時 再來 就是它一逼近的同時 它又是用Epson Greedy 去 選擇一個 最好的Policy 就是每次Epson 結束以後 去選一個 最好的Epson 規定 所以它其實是 變成說 欸 嗯 就是 在 這個 是 那個 那如果是 TD的話 就是每一部 他都是 不斷去 在 不斷去更新 他的那個 位 去逼近他這個 Status 然後 到了一個 整個Epson 結束以後 他去更新 他的 這個Policy 然後再 根據新的Policy 再去 再去 筆記 筆記 所以 其實就是 上面這邊的話 而且上面是 這個上面是 去 去筆記 它是 Evaluation 然後下面的話 是 You have some greedy 去 去選擇 通常我們這邊就是 選MAS 然後去 去 引護這個Policy 這邊 那我先 那我先 那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他的 Shoot & Call 他其實就是從這邊開始 他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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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圍圈 這是最外面的圍圈 就是 你有 每一次每一次的 的 Epson 然後 每一次他你都會 選擇一個 你就會 Random選擇一個 Status 或是 Action 的 的 情況 然後在這裡面 每一個Epson 裡面他有好多步 那好多步 如果你還沒有到 Terminate 你每一次都會 去更新 你的 Weight 就是 你要低級的 那個Weight 那 會不會這樣 Termina 或 就是每一步都會去更新 這個Weight 讓這個Weight 越來越 趨近你選 這個 你選的Policy 的Berry Function 那 如果 到 S 到這一次的 Epson 結束的話 他就會再去選擇 你這一次 你Policy的Berry Function 是不是最好的 然後 用 Epson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我簡單 不是 每一次的Epson 跑完 他就 update一次 參數 就對了 是不是 他每一次的Epson 跑完 他會去update 他的Policy 就我們以前的話 是在每一次跑完 會更新他的Policy 那 是他在 因為 我以前的話 是 呃 S 是所有的狀況都可以去計算 但是現在 呃 S 他是要 用透過這個Weight 來把所有的情形 都 都去把它算出來 要這個Sita 去把它模擬出來 所以他其實在每一步的時候 他都去更新這個Policy 這個Sita 去把它 模擬出 欸 這個Status 所有的狀況 這一段裡面講的是 只有就是 跑完一個 Epson 然後他update 參數一次嘛 對不對 對 那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座外面 座外面的話 座外面的話 他是一個 就是 跑到一個Go的時候 然後 他 哦 對 然後 這是每一次 他會重新開始一次 重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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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會去選擇 一個Policy 然後 在這個 這個Epson 裡面的每一步 對 每一步 他都會去更新 他的這個Status 的Weight 去並行這個Status 對 然後 到 A4 已經到 是 到 這一次Epson 最後一個 的時候 他再去更新 更新 這個Policy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的 剛剛 這樣 其實就是 他在每一次 這個是 我們的 Medule Function 他就是每一次 去不斷的更新 他的Weight 讓他去 建於 我們這一次選的Policy 然後 另外 就是 到了 就是 到底 如果他已經更新 然後已經到頂的時候 那我們這一次 又要去 就是 到一個Epson 結束以後 我們要 那個 E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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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 去把 這個 Status 所有的狀況 都把它模擬出來 你可以到那個 E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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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pson Epson Eío Epson E brushed Policy已經有決定了,不斷地去學這個Weight 等於說,把整個英文的整個狀況都學會 學會一次以後,Big Epson結束以後,他再用新的Policy 再去更新這個Weight 再看這一行跟這一行,我覺得主要就是這一行跟這一行的差異 他的精神到底是什麼,譬如說X-Guy是Termino跟不是Termino的時候,對不對 不是Termino的時候,他做這個動作就是 他等於是用這個來逼近 因為這是Sasha,所以他這個是用 然後到了Termino的時候,這個動作是 這個Termino其實就是因為他沒有下一次的會過 所以他這個,因為我在想這個 這個Guy,是RJ,C的 好 OK嗎? 好像 所以他如果殺小的話,其實他就是你這一次的waiter,然後你這個就是我們update function,他其實就是把現在就是把他帶進來,就是你下一個的reload,跟下一個的patient function 的氣息 那我們看,就是他有一個sample,那這個sample的話,他是mountain card popular,那這邊的話,他的status的話,他有兩個,一個是card position 跟 vehicle,那A 群的話,有前進,後退跟不動,那reload的話是說,你知道這三股的話都是-1,那他要做的時候,就是,就是,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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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E,那,因爲他是absode,也就是說,他有結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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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的條件,對,然後他的r是E,就是,他不會,他的乳污不會隨著時間,去遞結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幾張子 那這邊的話,這個的話,是他在這段時間,找到最大的cost to go to go to the cost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function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ation function 那 EPSO 12次以後,我們可以看到說,他這個,找到最大的ation function 是 27 那我們看到說,其實,他還是相對起來,比較,就是比較平緩 他,其實還沒有辦法找到說,這個相對起來,比較,就是跟一次就能夠的方法 那,這個下面的話,就是,100,140,以前是940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他這個,就是已經有一個peak peak 長出來 所以其實,他已經有慢慢學到說,你怎麼樣是,可以最快達到,達到,就是,達到bode的方法 OK 那,這張圖的話,是針對,Nanning curve 的部分,就是,剛剛,剛剛的那個mountain card 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說,那個,如果是1,其實,你要達到go的話,其實,大概都還要,大概將近,有,可能將近都有八九,八百次這樣 然後慢慢的,其實到後來就是,大概一百多次就可以到達3D 那這邊的 alpha,就是有剛剛的這個 alpha 然後,這個 alpha呢,是因為它這邊是用Hell Coding 的方式 然後它是用它周圍的Bug法,就是距離Bug 那,大家有記得Hell Coding 的概念嗎? Hell Coding 的姿勢 他的姿勢是負一到二,然後零到六 那這是一個連續的曲節 那,它是做Talogy 其實是說 你的更新,你會局部的,你不會一下子跳得很大 就是,比方說你現在在0 那你可能是周圍0.1到0.1 負0.8到0.8這樣 你只會在這樣的區間裡面,做weight 的調整 你不會一下子跳到最大最小 你的更新,只會到這樣 它是就是讓你的weight 的更新,是有一線的局限性 OK 那,這一個剛剛是One Step 的那個Sasha 那這邊的話,其實是提到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這裡有講到Unstep 的Sasha 的部分 那Unstep的話其實 GT的話就是把 就是前面的每個State 每個,每個State 的禮物都把它加重起來 這個應該是之前的東西 那,這邊的話主要是在講說 如果你用Unstep的話 它會比只有N.E的狀況來得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如果N.E8的話 你很快的,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你的M.Soul 其實剛剛150就可以 就是 你在幾次的M.Soul 其實就可以 大概150次就可以 達到3D OK 然後這邊的話 是在講 就是 就是 N.State 的Sasha 跟α 之間 配合起來 的狀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N.E4的 情形是最好的 因為它可以 因為它這是固定的 54Exo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在54Exo的時候 它已經 不等於是 它其實 只要 220步 它就可以達到 夠 都沒問題 因為現在 接下來講 就不太相關 好 那 接下來 那 講的是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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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個部分 那這個 Average 的話 它其實 是用在 所以它 用在一個 Mock of Decision Problem 的環境上 而且它這個環境 而且你這個環境 一定要是 Continue的Problem 就是說 Continue的Problem 它其實 是 想說 你沒有一個 你不知道它 是不是從哪一個 因為 Mock of Decision 不是一個很多個 Mock of Decision 那你會 你不知道說 你是從哪一個 Node 開始 或是說 它是一個 Infinite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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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 就是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開始什麼時候 結束 它就一直 一直弄下去 所以它是一個 Continue的Problem 那 然後 在這個Problem裡面 裡面 或 那 可以怎麼講 不 我先講後面這 這比較好 這比較好講 其實就是 它可以講說 嗯 Continue的 這個 Mock of Decision 跨本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 Continue的 情況 然後 你的 R又是 Discount 就是在 你到一幾千 你這樣 長時間跑下來 其實你的 reward 會變成 1-R分 1 那這樣的話 如果你 R-就是 60.1 的話 其實你 鋁臥 其實從頭到 都是一樣 那 其實這個 這一棵 並不是我們要的 結果 所以 應該說 這才 他才提了 一個叫做 FG 鋁臥的 概念 那 這個 這個 部分 這邊的話 其實我沒有很了解 那 這是他主要的 概念 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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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Pi S 他就是他經過 經過一個長時間的 長時間的 就是 跑過長時間的話 他會變成一個 Steady Status Distribution 然後 這樣的話 就會變成說 這一個 這一個 值 其實大家都一樣 那 你的 Reward 就是 Reward 部分的話 其實你只要去 在意 那個 PoVC 跟他的 Transition PoVPS 就是後面這兩項 OK 那 其實他 就變成 就是我們 R-R-GT PoVS 那麼 那麼 就會變成 只是把reward 这边去扣掉 扣掉那个 average reward 的部分 他所谓的 average reward 是怎么样的? 就是从某个 time step 到某个 time step reward 的一个平均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 应该说 上看 你现在比如说你这个r牌 这个r牌是它的 average reward 对啊 它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不是说这个会是 你不是就回到商业过去再看一下 这样 你说μπs 会是变成什么? 就是它是 这边我看就是说 μπs 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计算 就是计算以后 它会去进行一个 那个 稳定的distribution 所以其实这个值会固定下来 对 所以我们 就只要去 去诈音这后面这两个词 那其实这两个词 就是我们当初在选pns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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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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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最后的一个p 为什么mbr vpns 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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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s 是 transation 的 p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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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ation 在这个status 做的东西 那这个应该是 dethension 部分 是不是 μπ代表的是 是 我这边的 我自己的认认 认认 應該是 这个s 的distribution 一開始是S,一開始譬如說它的一開始的時候的S 它可能是在哪一個State 就是我們去中間因為搞不清楚我們要從哪個時候接近 那個時候到底是在哪裡這樣 對對對 因爲應該說MARC-11去去今根本不知道Status裡面有哪些狀況 那這邊其實是你透過大量的時間 它的假設說你這個東西會變成一個穩定的Distribution 所以這個都直接會固定下來 我想要很別的事情 你們覺得很棒 這邊應該沒有問題,只是把前面的光線帶進去 剛才講的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因為它是一個continue的環境,沒有一個中指 這邊是一個範例,就是ASUS Consumor Q的parleter 這邊是講說,現在有10台server,然後Consumor有不同的parleter 然後8是最高,但是你8的話你的reward也是8 然後他去安排說,你可以搶到機器的狀況是如何 那其實這個,因為這個我其實看不太多 一開始它的r是預設是0,然後這邊的話看起來是要去 最後B進入,他的這個m進入過是2.31 對 一開始的r,就是rp40 然後他就是去最後去B進入說,這個就是他這個 這個是RD,就是AB進入過這個,他最後算出來是2.31 他的題目是,他這個是要做什麼,就是客戶在,就是有10個 有10台free的server,然後你有,客戶有4種不同的優先的4種不同客戶 然後每個客戶,就是8是最高的優先權 但是他如果8下去的話,他得到的領位也是8 然後去排說,他的 就是你每一次,就是每一次進來,你有可能 就是你要去排說,你有可能是babygen還是save 然後去最後去算,你這個領獲的值是多少 Reject 是在什麼時候會發生reject 那這邊有的有限 如果你一台 server 的時候 那你的 priority 四方的話 它可以 upset 那你 priority 是 4 的時候 這小於 8 的時候 哦 如果有兩台 server 你的 priority 是 小於 4 的話 你就會被 OK 所以 但是現在 server 到底有多少台是 是不確定的 是一個 random 的狀態這樣 可能是某一種 random 這種題目的 state 是什麼 這個題目的 state 我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在 RL 裡面 其實最後你都是在定義你的那個 state 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就是 還有寫來寫 有 有 有 還有寫 State TV 好 這邊 好 這邊 OK 好 這樣就 所以它其實它在講的就是說 假設你進來的時候那個 state的狀況 可能它可能是在一個 random 的狀態 但是它說 所以就是不要去管它 stay 所以基本上的 reward 的那個 平均 reward 是一個 2.3 這樣子的一個值這樣 對 可以看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很難想像的 我這個剛好問題 就是 那個 continue 這種問題 因為它其實它沒有 它不是 episode 它沒有結束的狀態 它一般的那個什麼自駕車 就是一般它就是一個 一直不斷的一個連續 就是除非它停車 它這停車就不是 不再說 或者是撞車 你又不是在那個打電玩 所以基本上沒有撞車的問題 基本上應該 你會上一個沒有撞車的問題 或者是機器手臂 它一直在操作 所以除非今天工廠整個就是 shut down 不然的話 它裡面上它就是一直在操作這樣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連續的狀態 它就沒有 episode 就像說你有一個 chapter 假設你 always on 的話 它也沒有 它也沒有一個 episode 這個好像那個前幾張租車的問題 喔好好好 你說 然後那個停車場 就是在你 在車場那一邊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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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其實沒有看很詳細 主要的概念是說,最後會求到這個 那如果你的R意思是E的話 那其實你最後所有的雲物都是一樣 對,但是我們的MDF它的呂落其實是背水 剛剛我們看到了它的Policy的選擇 跟它的Transition Policy 那這個其實如果一樣,就不是我們想要的 對,所以它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它提出了一個平均的概念 OK,那這張就沒了 好鬧 好鬧 先 先 對 我先講好 我先講好 對,我先講好 你準備好了嗎 沒有好了 你準備好了 OK,好 那就謝謝 你不用管它,等一下它要報 我們可以已經講好 我先講好 沒有,我先講好